了解酸鹼綜合的意思 知道什麼叫做酸鹼康好綜合之後 接下來是跟各位講一些應用的實力 包括酸魚、草木灰、餵藥 第一個 有人類之前 雨水就應該是酸的 為什麼 因為會溶解空性的東西 溶解誰呢 會有酸性是誰啊 誰啊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融於水變成什麼 碳酸 所以有人類之前就應該酸的 所以這個不叫做酸魚 大自然的雨水本來就是酸的 是因為偉大的人類 做了一些事情 在排放一些廢氣 還有所謂的什麼氧化物 然後讓它變酸 我們前面有教過 這個東西燒完 然後會變成溶於水會有個 牙什麼什麼那個玩意兒 亞硫酸就是叫油氧化物 氮氧化物 氮氧化碳、溶氧水、亞硫酸 然後呢就變成酸魚 這裡寫2.1到5.0 國三地科會教要PH值小於5才叫做酸魚 PH值小於5才叫做酸魚 PH值小於5才叫做酸魚 然後呢它就會輕食大乳食 改變酸鹼值啊 然後我變酸了 可是PH值變大變小 我變酸了變成怎樣 變小 所以對有生態環境影響叫酸魚 那就是酸的 雨水下來酸酸的 OK 然後呢所以多餘的地區 有人類之前多餘的地區 就會使PH值降影響過嘛 碳酸嘛酸性嘛 所以人就做的方法叫做收割之後 割稻草燒掉 然後炒木灰裡面的成分叫做碳酸甲 它講它是鹼性的 然後稍微跟土壤打在一塊 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叫酸鹼中和 鹼性中和酸性 讓土壤不會偏酸 然後呢就比較可以來種東西 第二個它是甲肥 蛋鈴甲肥料三要素 它是甲肥提供肥料 沒有肥料 就讓土壤更加肥沃 所以會燒到草 燒到草 收割完燒到草 然後得到草木灰 注意它的成分叫碳酸甲 這會有人問 然後呢就可以幫忙 綜合土壤的酸鹼性同時提供肥料 但是它會有一些煙霧啊什麼之類的 會妨礙視線同時造成空氣汙染 所以現在政府是禁止 這邊亂燒 尤其在高公路旁邊這樣燒的話 就會擋住價值人的視線之類 還有空氣汙染的問題 所以目前禁用 然後考試又考你 這叫什麼 草木灰 什麼成分 酸酸甲 酸酸甲 擠一下 背一下就好了 下就是胃酸 我們胃衣裡面有什麼酸 應該似乎還見到念過 胃衣裡面是什麼酸 不會喔 好你說什麼 蛋白酸 不是啦 鹽酸 然後胃裡面是鹽酸 那如果你胃酸過多 你胃酸過多就有一些方法 然後你吃的胃要有各種不同的方法 有人是從源頭堵住 不讓它分泌胃酸 有人是那個所謂的形成保護膜 什麼之類的不同方法 那我們講的叫做酸鹼中和的方法 因為你有胃酸 所以呢 那我就讓你吃的鹼 讓你酸鹼中和 治療你的胃酸過多 那我們課本上教你 叫做小蘇打碳酸輕 吃它 然後呢 中和胃酸 減輕不舒服的症狀 所以胃要裡面有一個鹼的東西 治療胃酸過多 用的原理就是酸鹼中和 看中和什麼玩意兒 課本教我們叫做小蘇打碳酸輕 後面會再講一次重點 很難輕啊 但是 實際上的胃 剛才講過 實際上你吃的胃 要不見得是利用酸鹼中和的原理 有人是從源頭堵住 分泌胃酸 什麼之類的不同做法 而且就算你吃的是 所謂的酸鹼中和 也不一定是碳酸鈣 我這個照片那時候 涵蓋未定 它放的是碳酸鈣 它不是放碳酸輕啊 有的用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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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一定 但是我們客人這樣教 你會這樣子背 這樣子計劇這樣卡 碳酸細那小蘇打 幫胃藥 所以 它有不同的做法 然後再有個預測清潔劑 然後呢 有酸性的 有鹼性的 告訴你不要隨便亂倒在一塊 那個廁所裡的東西 預測的東西 不要隨便把它倒在喇喇耶 你可能就會出問題 他上天講過這個 濾含濾的漂白水 碰到酸會產生濾氣 那是有毒的 為什麼要讓它再劍 OK 別叫你不要隨便 而且不然就是噴啊 噴出酸液 噴出鹼液 然後呢 碰到你的皮膚 就有腐蝕性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叫你不要亂滾用 然後呢 會有危險 會有危險 OK 這是客人的動腦時間 他說我的唾液的酸鹼值 上映就是PH值高一點 現在是PH值低一點 豈不如此這般 他就問你說 呃 什麼情況之下 他會從 他吃的東西會變成酸性還是鹼性的 他跟你寫個時間 吃飯時間 吃完點心 欸 吃完午餐 欸 所以你就知道 他應該是要偏酸還是偏鹼 停車站界問 這種 簡單小問題 帥哥 男叫25 25 酸 請坐下 他會偏成酸性的 因為PH值降低到7以下 所以你吃東西放在嘴巴裡面 他就會開始偏酸 偏酸就會腐蝕你的牙齒 傷害你的髮狼子 blablabla 之類的東西 好 所以呢 你保持酸性會蛀 會蛀 會蛀 所以呢 你就表示你的牙膏用什麼會比較好一點 要拿一種性質會比較好 就是利用我們剛剛講過的XX原理就知道了 來可愛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3號 3號 我只問什麼性啦 蛤 什麼性質 酸喔 你嘴巴偏車吃酸喔 鹼喔 鹼嗎 請坐 請坐 還講酸咧 這太奇怪了 鹼 弱鹼讓他酸鹼中和 中和酸性 就不會再去腐蝕你的牙齒 就是課本上問的簡單小問題動腦時間 OK 以上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些酸鹼中和的實例 請注意一下草木灰 注意一下胃藥 注意一下胃藥 OK